关注健康,共享,美好生活,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朋友小颖,如果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欢迎您的订阅。 血管系统是由血管和淋巴管组成的网络,它是身体的循环系统,主要负责将氧气和血液运送到每个组织和器官,从而确保身体维持正常运作。 糖尿病是伴有高血糖的病,长期的高血糖会伤害血管,包括降低血管内壁的弹性,导致血管变窄,阻碍血液流动等等,从而提高换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。 值得庆幸的是,有些食物有清洁血管的功效,它能协助血管重回年轻,真的这么神奇吗? 下面我们一起看看糖尿病清血管必须吃的健康食物,我们马上开始吧! 第一,肉贵 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,血管系统是身体的循环系统,正常的血管可以运送氧气和血液至全身,从而确保身体维持正常操作。 如果血液出现过多的脂肪和胆固醇,这些物质会形成斑块沉寂于血管,导致血管变窄、阻塞和硬化,从而引起动脉中央硬化。 一种会诱发心脏病的心血管疾病。 肉贵是可以清血管的健康食物,这种原则硬度和斯里兰卡的香料,对人体尤其血管有良好的保护作用。 科学研究表明,肉贵是高度抗氧化的食物,它汇集了多种活性化合物,包括多酚、肉贵犬、肉贵酸、耳茶素、胡皮素、咖啡酸、冰香酸原、花青素等等。 这些化合物有抗炎、抗酸高和抗氧化的功效,可以合理清除自由基,减少炎症和清洁心血管,从而防止一系列的心血管疾病。 包括心肌梗塞、心肌缺血和心肌肥大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心血管食物。 第二,泡菜。 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实,韩国是心脏病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,因为韩国人常去吃一种叫泡菜的食物。 泡菜是韩式料理的常见配菜,几乎每个韩国家庭都懂得炙子泡菜,它是以大白菜、红萝卜、青瓜、大蒜、葱等等配上调味料腌制而成的蔬菜食品。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,泡菜可以为人体带来多种健康益处,包括清血管。 因为泡菜含有大量的饼酸,这种化合物具有抗炎、抗氧化和抗动脉中氧硬化的特质,它可以降低体内的有害胆过程,从而软化血管,防止动脉硬化和改善心脏健康。 泡菜也含有丰富的益生菌,尤其是乳酸杆菌,它是可以促进肠道健康的好细菌,它可以通过抑制炎症去改善血管健康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第三,酶类浆果,自由菌是会影响健康的,不稳定分子,当体内出现过多的自由菌,身体便会陷入一种叫氧化硬基的失衡状态,它会破坏细胞和组织,包括导致动脉中氧硬化。 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,梅类浆果,包括草莓、蓝莓、黑莓和覆盆子是可以清血管的健康食物,因为这些水果富含多酚、花青素和维他命C,这些都是功效超强的天然化合物,有抗炎、抗氧化、抗高血压以及抗高血脂的特质。 可以同时减少炎症和刺激一氧化氮的产生,一种有助于放松血管和加速血流的气体,从而起到清洁血管,并防止动脉中氧硬化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第四,姜黄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姜黄有超过四千年的致病历史,它是阿育佛陀疗法的常用抗炎剂,有治疗肝脏皮肤和伤口的作用,以姜黄跟进研磨而成的姜黄粉,是一种金黄色的香料,它有鲜明的颜色和独特的风味,是印度料理必不可少的天然香料。 其实,姜黄是自然界中很好的抗氧化食物,研究表明,每天服用四颗姜黄素,可以防止有害胆固醇的机具,从而保护血管内皮免受氧化损伤,因为姜黄中的姜黄素是一种抗炎、抗氧化和抗动脉周氧硬化的活性化合物,它具有清除自由基和清洁血管的作用。 姜黄也是B组维他命的丰富来源,特别是维他命B1、B2、B3、B5和B6,这些都是保护神经系统的重量维他命,可以调节大脑中的各种神经地质水平,从而防止各种神经系统疾病,如抑郁症、癫症症和二兹海默氏症。 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第五,山楂。山楂有酸酸的味道,有开胃健脾的功效。 山楂茶是清血管的绝佳饮料,每天喝一杯山楂茶还可以预防脂肪肝,因为它可以清除甘油酸脂。 大家知道吗,甘油酸脂是出现鱼血液的脂肪,过多的甘油酸脂会在肝脏中积累和形成脂肪肝。 科学研究表明,山楂是可以降低甘油酸脂的食物,每天服用山楂,可以降低28%到47%的甘油酸脂的浓度,因为它富含多酚果胶以及类黄酮,这些都是抗炎和抗氧化的化合物。 可以合理改善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酸脂水平,从而防止血管阻塞和脂肪肝的形成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第六,鸡胸肉。 大家知道吗,维他命B3也叫做烟酸,它是血管的重要维他命,因为它可以预防动脉周样硬化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鸡胸肉是清血管的必吃食物,因为它富含维他命B3,每100克鸡胸肉含有14.7毫克维他命B3,也就是92%维他命B3的每日需求。 这种维他命有非凡的抗炎特质,它可以预知血管炎症,保持血管的弹性和张力,从而防止动脉周样硬化的进展。 鸡胸肉也富含金氨酸,每一块鸡胸肉含有9克的金氨酸,它是可以帮助血管疏伤的氨基酸物质,因为它可以促进一氧化氮的产生。 这种气体能帮助血管疏伤和放松,使我改善血流和血压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朋友们家人们,视频看到这里了,麻烦您供供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。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 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,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,感谢您。 第七,辣椒。 大家知道吗? 同型半光氨酸是由身体产生的氨基酸,高水平的同型半氨光酸,会破坏血管和引起血管慢性炎症,也就是动脉周样硬化。 科学研究表明,辣椒是可以清血管的健康食物,因为它富含叶酸和维他命B6,每100克辣椒可以提供27%叶酸的每日需求,以及188%的维他命B6的每日需求。 这些维他命可以合力降低同型半光氨酸水平,从而起到清洁血管和保护血管的作用。 辣椒也含有丰富的辣椒素,一种如同血管扩张剂的化合物,它具有抗炎、抑菌和抗氧化的特质,可以舒张血管,改善血流和血压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一把黑木耳,正如我在前面所说,氧化硬基于是身体的失衡状态,它会诱发一系列破坏身体的炎症,包括血管炎,从而导致血管硬化和堵塞。 大家可能不知道,黑木耳是对抗氧化硬基的食物,它富含多种活性化合物,当中包括多酚、多糖类黄酮和黑酸素。 这些化合物有抗炎、抗酸高和抗氧化的功效,可以合力减少炎症,改善血液循环和防止血液凝固,从而发挥保护血管的功效。 黑木耳也含有丰富的维他命B2和维他命B3,每100颗黑木耳可以提供18%维他命B2的每日需求,以及11%维他命B3的每日需求。 这些维他命可以分解脂肪和促进身体产生一氧化氮。 一氧化氮是一种能充当血管扩张剂的气体,能让血管得到适当的舒张和放松,是糖尿病人健康必吃的清血管食物。 好的,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感谢您的观看,我是小颖,我们下期再见啦。